Lun Sang 女人 Lun Sang 女人 第一位是主角 主角的旁邊今天有很可愛的 波蘭的Mila 跟台灣的Vomond Sikha 你們歡迎來我的YouTube頻道 謝謝 我叫Cita 我是台灣人 大家好 我是Mila 對 然後我們是在台灣認識的 七、八年前的 然後我們是因為有共同的朋友 在台灣辦了一個聚會 然後我在那個聚會認識的 那你們結婚多久了 我們2017年結婚 四年吧 我為什麼這麼多 每次看到你們的影片 還是你們的不同 我知道你們是大概三個月 還是兩個月之前回來台灣 你們之前是在波蘭 你們確定就在波蘭 所以現在你們跟大家分享波蘭的生活 你們為什麼去波蘭 我們大概是2019年的12月回波蘭 那個時候我們原本想要在波蘭 比如說辦旅行團 就是帶台灣人去玩波蘭 然後也希望可以介紹波蘭的一些事情 用影片的方法 介紹給台灣人知道 其實是真的很特別 一個台灣的帥哥去波蘭 你為什麼確定來台灣之後 認識這個帥哥 謝謝 一見終極 謝謝 謝謝 差不多是這樣 謝謝 謝謝 我看到你們的影片是 那個勒斯車在波蘭的勒斯 勒斯車不一樣 我們在郊區那邊 就要看是哪一種垃圾 但是不同的垃圾是一個月亮色 怎麼可能沒有蟲蟲的嗎 可能天氣這樣 所以它比較不會有味道 冬天可以一個月亮 所以夏天一個禮拜一次需要玩 要不然很蟲的味道 因為我要問你 我們來台灣的時候 我們最不習慣的是青色垃圾 是嗎 它的聲音 韓國人的垃圾是怎麼沒有聲音 可是你覺得兩個禮拜一四五嗎 因為每一下有一個垃圾在外面 所以 你們沒有發現它沒有 還是你們知不知道那個有沒有味道 因為不是放在家裡 是在外面有一個空間 所以它是離我們生活的地方 還是離我們的距離 今天跟我說 台灣人很不錯的 他們晚上每個人擔作在自己的垃圾 我覺得今天是真的很不錯的 而且台灣會有蟑螂 所以如果你沒有去處理它 蟑螂就會出現 你說說了 他們是不是講的 他們是老鼠 老鼠也會 老鼠也會 老鼠那樣的 他們 我對我們國家的蟑螂是這樣的 可是台灣看到我 你的國家也這樣對不對 因為我們的國家應該是比較乾乾的 沒有色的 所以比較小的蟑螂 可是台灣的蟑螂 還有可以飛的 對 對啊 還可以聽到他們 走路的聲音 對 我第一次看到 是蟑螂 對 你想一想 咖啡來你的頭下面 啊 那我要呼籲 你在波蘭 不習慣的是什麼嗎 因為我覺得我們的國家 沒有很多台灣餐廳 還是中國餐廳 你不習慣的部分是什麼 我覺得最不習慣的應該是 方便性 我舉例來說 像是我在波蘭申請 當地的居額症 可是我前後等了 差不多六個月才滿了 哇 又不要好多 可是你的老鼠是在波蘭 沒什麼這麼久 哈哈 還是要很久 只要一個月吧 兩個月 那蠻快的 但是 蜜拉在台灣申請 好像只花了十天吧 十天就收到了 對 那就差很多 還有什麼不習慣的事情嗎 因為是我知道 比如說在台灣 八夜兩天三天 還有有很多三天 就是我的國家 十一點餐廳 波蘭好像晚上 你在市中心出門 那可能晚上沒有 八點九點可以接 半天都快 好厲害 因為晚上沒有地方去 因為我奧地利也聽說了 奧地利也晚上八點之後 什麼地方逛嘛 對 可是 可是很無聊啊 如果晚上你們要出去的話 都沒有開地方 因為波蘭人習慣在家裡吃飯 對 我們也是 我們也是 那就算 就算一個人的話 跟我們一樣 台灣比較好的選擇 因為是 我沒有煮飯嗎 我在外面吃 我去吃火鍋 還是牛排 還是 天板燒都有開嗎 唉唷 誰問人家問 哇 真的 跟你們一起聊天很好 因為是 兩天之前 我跟他們一個 怎麼說活動一起對不對 那時候認識 還有今天我送你們 一個禮物 我做自己的 廣告 謝謝 我的每天 你的櫃水 對對對 你們可以 呃 擁有嗎 對 我 我做自己的 這個是 百分之一百天啊 你可以用它 你們也要買的話 想給我吧 沒有 沒有 這個是其實在土耳其是 第一名的 所以土耳其人覺得很貴 可是來 待在台灣的時候 這個是超級便宜 所以你覺得是 台灣很貴 可是波蘭很便宜的東西嗎 因為是在土耳其 山西很貴 可是台灣很便宜 在波蘭也是 波蘭 像我原本想買新的電腦 可是在波蘭查價 很貴 所以我就回他們 所以波蘭 也是電腦比較貴的 然後他們就可以 對 但是像保養品 我覺得 在波蘭買比較好 比較便宜 就是 顆粒的價錢可以找到 在台灣我覺得都好 那水果呢 什麼什麼的嗎 菜 哪一個國家比較便宜 應該是波蘭比較便宜嗎 當然是哪一種 對 像蘋果 在台灣很貴 超便宜 波蘭蘋果很多 很多種 很便宜 我知道 波蘭的蘋果我知道 超級超級多 這個國家 所以應該是英國已經很便宜 在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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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便宜 但是 我們在韓國 在韓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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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香 沒有 沒有 因為我知道 波蘭比 特爾西冷的國家 還有比較北部的嘛 特爾西的 就是南部的那個海邊 有香蕉 可是我們的香蕉 小小的 不是台灣的 很多還有超級便宜的 現在你們來台灣的 因為我知道 特爾西很可怕 大概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之前 是一天一晚的 可是之後政府關門 特爾西現在越來越少 現在一天一晚 波蘭多少 現在應該一天 不知道 三天四天 所以也不算很少 三天四天之後 特爾西再打開了嘛 因為特爾西想要旅客來台灣 還有很多波蘭的旅行室 現在跟特爾西 合作很多波蘭人去特爾西 在波蘭現在不需要戴口罩 所以在外面當然室內 室內要 在外面他們就說 啊 大家不用戴 剛開放 是不是非常好 在特爾西還在不需要 但是打疫苗 是現在波蘭很快嗎還是 是 現在很容易 對 因為特爾西現在已經 三千萬人已經打疫苗了 可是人口的關係 你們不知道我的名字 八千萬 還有很多人 波蘭的人口多少 四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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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近四千萬 台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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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需要講台灣的數字 怎麼講 對對對 沒錯 沒錯 現在我們的國家 是已經習慣肥炎的關係 過一次 又過一次 可是沒有很嚴重 因為在這個時間 大家需要注意一點 今天我的波蘭人 一個是我們的人 台灣人 他也是我們的人 他也別吃台灣人 謝謝今天你們來 我真的很開心 如果你們喜歡這個影片 的話你們可以訂閱 Best of Taiwan 你們可以分享這個影片嗎 還有他們的FB跟Youtube在下面 你們趕快去訂閱他們的Youtube跟FB 我很喜歡你們 我很喜歡台灣 We love Taiwan FB A